那這邊我們的章池對到我們的 馬林諾斯基 一個頂三條跟一個買花 然後是Hydra跟大盲的一個對抗 那有效籌碼其實只有15個大盲 我們的麥可章 章池 選擇了一個check race 馬林諾斯基現在籌碼只有130萬 這邊他要選擇一個跟注 或是一個all win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底持現在已經43萬了 那對手張識後手也只有 40萬的籌碼 大概是1比1了 我們來看看他這邊會選擇跟注 還是選擇all win 畢竟他有位置 那沒有位置的話 會比較傾向於all win的頻率稍微高一點 那我覺得他這邊可以選擇跟 也可以選擇all win 這兩條策略我覺得都是行得通的 不管有沒有開花他的訂閱 也是會跟對方打完 所以他用跟的也是沒關係 選擇了一個跟注 那這張6其實對我們的張識 有更好的一個成長 因為畢竟他現在有一個 多一個雙手順的機會 那的確他chelis也是有89的一些範圍 那我覺得這邊在底持 53萬的狀況之下 Q8黑桃是一個可以直接all win 那對手如果是一個overpay的話 其實也蠻難跟的 也不是蠻難跟的 也是需要猶豫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iver 其實還蠻多出牌的 雙頭順帶買花 那就是 將近有15張 除了黑桃石已經在他手上了 8張加5 6張 直接買到這個River 哇 大家換我們的張池籌碼到130萬 那我們是Timothy Adams選擇一個加注8萬5 被我們的 被我們的 True Terror選擇加注到了24萬 我覺得 YKing Young啊 我覺得 這邊 這一個位置 這把牌 實際上非常的難處理 TNT Adams在UTG加1 Open 那我們的 True Terror選擇加注 那 那我之所以我們覺得實時會難處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建議前全 第二件事情 Timothy Adams加注位置比較前面 那我們True Terror趕在這邊再加注的話 那 他的牌 在正常合理的狀況之下 是會比較大的 那我之所以為什麼YKing Young會覺得會比較難決定 如果這邊不是泡泡拳 我覺得反而還比較好改 就是因為這邊是泡泡拳 每個人 有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一些手牌範圍 所以我們的 True Terror有可能在這邊 Street Bay的牌是一些比較弱的牌 那我們這邊 Timothy Adams有一個前5% 手牌強度的牌 其實算有點舊了他 因為這邊就對他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該牌 雖然有效充滿25的大毛 在今天前圈的這邊 蓋掉是比較 比較好的 好 我們的True Terror的 Ace King 對到PunkyTex 那已經掃掉了一張Ace 看一下 YKing Young這邊的 策略會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Flip 其實對我們的YKing Young是比較有利啊 因為他 他有 對 已經有能蓋掉一張Ace 那其實對我們YKing Young是稍微有利一點點 是一個不錯的Flip 是一個不錯的Flip River是一張 Ten一張6 又增加了我們 我們True Terror的一個出牌 好 我們 WayKing Young 集中一個順子 在這個River 順利的翻倍 到230萬啊 我們看著一桌上已經 鏡頭隨便給到三個人 都是有穿著我們傳奇撲克的這個周邊衣服 我覺得他們這是新出的褲子蠻好穿的 就有點像是運動褲的概念 然後蠻舒服的 他出的那個綠色和白色都是套裝 他還要自己套腰包買 真的 那我剛才在休息的時間 我走進去會場繞了一下 現場除了這兩桌主賽式的直播桌以外 下面的9張桌子的短牌做得滿滿滿 真的 而且超多中國人 超多的 對 就是 我當時還在疑惑 我說為什麼啊 他們說因為 現在這個短牌在中國非常流行 對啊 而且我剛剛去也看到 像那個香港的Devon 他也看到 不是說 我不是當時有說一個 跟徐亮很好的那個小魚嗎 我剛剛有見到他 對 小魚也下場打了 對 我有看到他 對 那小魚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參加傳奇撲克的比賽 那本身 她有打一些比賽以外呢 還有參加過一些 應該是屬於比較私人的一些高額限定的版牌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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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邊看到 倫敵路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 張詞 對 這個要打起來 這個打起來 倫敵路的籌碼並不是很多啊 很有可能會做一個 checkless all-in 因為畢竟他這個牌 卡順 1 overcut 9 然後他有效籌碼就是這樣子 雖然現在非常接近前圈啊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他可以拼的一個機會 因為如果你選擇checkless all-in的話 其實有點 不太 也不是說不太好 因為checkless all-in的話 其實有點套詞了 現在正泡沫耶 18個人17全圈 對 可是面對UTG的open啊 你這邊直接all-in的話 其實他如果 還是有機會可以打掉對手的一些牌 那倫敵這邊是選擇了一個平根 那我看轉牌會中一個銅花呢 哇 掉出這張K其實就慘了 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張詞 中了一個Nuts trade還帶買銅花 哇 這一把如果倫敵checkless all-in的話 他這一個銅花也跟了 然後 我們的倫敵可能就會GG了 那現在底持有56萬5 那倫敵是剩下62萬5 反倒是這邊 如果我們的張詞選擇all-in的話 如果倫敵在翻牌沒有選擇checkless 代表說他可能會想要打得比較保守 想辦法先進入前圈 那這邊選擇下注 喔 一個非常便宜的柱馬 那柱馬的話 對於倫敵來說 就是可能會一個划算的跟注 而且跟注的話 沒中的話 Ruber就是可以 check4吧 可以再做決定 因為他們給他很合理的賠率了 而且他現在如果 如果對手有K的話 他這邊all-in就變成自殺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UTG的range 那如果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是選擇checkless all-in 在翻牌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決定 我們可以幫倫敵喊個diamond嗎 好 diamond 哇 一樣是紅的 可是卻是紅心4 那我們倫敵沒有擊中他想要的銅花 但這邊對他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trifle 那我們張詞這邊應該還是會選擇一個all-in 那我們倫敵還會剩下9個大馬 請 請 雖然還是選擇蓋牌 上次這波 我們在cutoff open了兩個大馬 那我們的future203 這邊只剩6個大馬 我們在cutoff open了兩個大馬 我覺得這邊還是會蓋牌啦 因為畢竟對方沒有氣牌率 那你主要還是希望有氣牌率的玩家 那用這個A4的話 我覺得風險有點高了 對 因為畢竟現在是快接近前圈的時候 喔 還是選擇O1啦 還是上啦 喔 喔 我覺得這招了前圈 那我們的倫迪 這個機會很好 我覺得是一個翻倍的機會 因為他也是短碼 我覺得倫迪這邊 而且重點是我們主要是聽 BONOMO還幫倫迪拿走了一個Ace 2球是O1 Count of RANDY 但這邊BONOMO很有可能會跟住喔 因為現在底池已經來到了八十幾萬 是 84萬 他只要跟住35萬可以贏84萬 等於是丟35萬贏110 對他來說這賠率A10是足夠可以跟住的 8個大碼 因為這邊不管任何一家O1他都會跟啦 所以這邊他一定要選擇跟住 O1 好 我們這邊就幫倫迪祈禱 來一個TRIPLE UP 好 我看泡沫會不會在這裡破掉啊 嗯 還差一點 還差泡沫 泡沫講前圈17人嘛 所以 還要等一下 喔 現在還有20人 我前面看錯了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我們倫迪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有66% FLOPS 968 這邊我們BONOMO多了4張7的機會 那BONOMO也是我蠻喜歡的一個玩家啦 但 倫迪算是自己人啦 加基隆啊 我還自希望倫迪可以拿下這個底池 好 我們River就來一張K吧 五金五險 哇 7 哇 哇 這把被我們的Johnny BONOMO double kill 清掉了我們的 清掉我們的倫迪又清掉了我們的 FISH2013 哇 現在場上原本20名玩家瞬間這邊 剩下18人進入了一個正式的泡泡期間 我相信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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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ANILA 我記得 你曾經 MALINOSKI是在UTJ的位置 OIN31 RUN5000 這只有五個大盲 KALHOFF的 BONOMO應該是選擇跟住 再看一下後衛的動作 大盲位的66應該也是要去跟住了 我想 哦 83萬 哦 83萬變成說的是只有 OIN也是很好的 83萬變成說只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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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14個 14個 14個不到15個大盲 啊 用跟的嗎 用跟的嗎 他這樣的話 底持是103萬 而三個人的後手 KATE和這個BONOMO的後手 都是不足1比1的 挺 挺有趣的 這分兩刀流打光嗎 Flob圈48 那這樣的話 我很好奇KATE這個怎麼辦呢 Check call Check flow 但是BONOMO好像不太敢動 因為BONOMO目前 BONOMO是擊中一個底對4 嘖 哎唷 我露了還要打光了 這樣一個100萬的底持裡面 對面有效場碼只有57萬 自己在翻牌有擊中的情況下 應該是要打光了 好 看什麼 A4 OK I'm alive OIN OIN 對手是氣掉了自己的66 然後就跟勾七跑馬 喔 66打的真的是太穩了 那翻牌前OIN 我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A4還不一定在翻牌前能跟得動吧 喔 既然把66打蓋了 Let's go 好 好 盒牌是一張勾的話 Meynoski是進行一個TRIBLE 對 自己三倍重馬 這樣的話一下子 好多啊 一下子 好多啊 一下子就變到100萬了 Oh OK OK Cut off the case 是拿到一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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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ALL IN 54萬 54萬9個大盲 这Button这边应该是一个resolve吧 Malinovsky 这他只有十 对 是会去再做一个all-in 那这样的话就是55和88跑马 应该Kates可能会是第17名哦 有两张五的出牌 这没办法 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这个BB数能拿到的比较好的牌了 哇 Flop就是一张五 这样的话Kates大概就是要翻倍了 天 开心 好 选牌一张九 我牌一张钩 哦 没有 Malinovsky是多了是长的 还剩三手啊 五个大忙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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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他现在只有八个大忙左右 啊我们谭轩要上啦 谭轩的Pucket Six 他all-in Pucket Nice Pucket Nice sorry 是99 然后选择all-in 那我们的Greenwood也只能盖牌 那我们的Mbingo这边应该是一个happy call 因为并不是太多 八个大忙左右 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那看一下这个经典的翻牌Flip 99对A10 那糖学说希望能顶住 born 对 对 不 不是 对 好 大 baş 有 енный 三张黑桃还可以 三张黑桃已经带9的一个击中 哎呦 我希望我们的谭轩能够翻倍的继续撑下去 他现在是带队狡猾 如果没有开上面牌 开张67也不错 可以增加他二次 黑桃 有没有黑桃呢 直接是击中了黑桃 OK 我们谭轩顺利的翻倍到150万的继续 六十五 六十八点五 六十八万五千 做了一个十五万的选项 哇哦 好惨哦 这十五万的选项还要 早遇到KK 所以KK可以考虑只是做跟注的 没有 这边好像是因为它只有两个大盲 所以KK可能会加一点点 可能比如说三个大盲 或是三点五个大盲这样 所以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的 他应该会选择一个加一个 因为毕竟如果你只用个跟注 便是让后面两个太好的赔率进来了 那 这里应该是十五万相对于八万 那时候做了一个七万的价值 那边应该是二十二万 二十二万之类 就是其实有时候你反而这样做 有人会觉得说你想要隔离 反而会放宽一些范围来加速 对 对 那应该是要多加八万 二十三万 因为十五万不足mini-race 所以它必须得补足到十六万 那么十六万再加八万 所以是二十四万 是十五万再加 二十三万 对 因为它毕竟没有到十六万 但是虽然它加注到十五万 但算十六万 不能加二十二吗 二十三 二十三 因为它的十五万没有到两个大盲 它就以两个大盲为基础 所以是二十三 这边BONOMO 会不会有可能做一个ALL IN 这边如果它的ALL IN 是十五十六个大盲 其实我觉得BONOMO 是有可能会3倍ALL IN 这机会蛮大的 这里应该要 绝对 我觉得不会是盖牌 至少是个跟主 我觉得它这里要ALL IN 我觉得它不是跟主 它应该是ALL IN 它果然是秒ALL IN 因为A9其实也是蛮大的 秒扣 所以其实你看这边做一个小小的MIRROR 人家有牌是会推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还OK 这有牌爽到啦 因为BONOMO 这里一定是ALL IN 没有什么想的 绝对不是个跟主 因为它跟主之后也是 也很难受啦 所以我也觉得应该会是ALL IN 但如果有一些比较谨慎 排除它是用跟的 可是这边还是大概率选择ALL IN 他是对冠军的口望非常强的一个牌子 他是对冠军的口望非常强的一个牌子 我都有击中 都有击中 都有击中 那现在就太多出牌了 太多出牌了 KK来说他要闪A 闪9 闪C 闪Z 是要闪蛮多张的 闪到了 完全没有 是吧 这个Double KILL Double KILL 我们DRAGEMAN直接干掉了 ADAMS也干掉了JUSTY PONOMO 是 筹码现在到360万 继续回到我们赛场 进行了一个table draw 从另外一张桌子换的一位玩家过来 那么我们的PORFAR 要出发啦 难得也看到我们的PORFAR带上墨镜 好帅喔 我觉得那天第一天 啊转播的时候 我没看到第一天我在前面主播台 PORFAR好像带着一个黑人头的一个造型 然后没有看到那个超可爱的 好我们PORFAR选择All in pocket 5 那我们的Jungleman AJ应该是会选择一个平跟 他这边应该是平跟啊 如果遇到一个大筹码的挤压 应该要选择盖牌 那我觉得这边 应该会平跟 好 因为大概是11个大盲左右的一个O1 看一下我们的DANIEL KIDS 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好 这边徐亮呢 徐亮这个牌其实很强 但是 面对两家可能会盖牌 这面对两家 他后手主要是不够了 他后手哪怕是有超过两百 如果是超过两百八十万的话 这里是可以考虑做一个reserve 应该是不会reserve啦 因为毕竟还是怕对手 可能会有一些大牌的埋伏 是有机会可能会是一个平跟啊 因为他K圈是阻挡到了对手 很多的KK和圈圈的组合 就是也阻挡了一些AK的组合 那么只是输掉对手一些 会跟注范围啊 只有一些AA了 这勾勾的挡不住啊 面对他这样是一个reserve 所以如果他有二百八十万的话 那前提是他有啊 那没有 关键是 这边应该就只能可以拍 干不干嘛 如果我有280万在这里一个位置 我会选择reserve去 因为我的K和圈啊 阻挡到了对手的KK和圈圈的组合 因为假设啊 对手能call的范围啊 在一张不是这么高强度的桌子上 最有call的范围应该是一个勾勾夹 你阻挡到了对手的一半的组合以上 你阻挡到了对手的一半的组合以上 哇呦 要梅花 两队对梅花 再加上两张五的机会 有40% 过来一张二或四 说二 二画可以让我们 哇 哇 我们的POBO 他还有 他还有四个out 小牌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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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呃 梅花五也太小了 怕自己不够大 对 差一点点 what are friends for you so much 哈哈哈 如果你在上一轮最后一手 呃 离开战争 你还是可以 恭喜我们POBO 顺利的翻倍啊 那这翻倍可以让他变成有180多万的筹码 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装卫啊 所以要将 圈 嗨 选择一个button 选择一个all in 哇 我们michael 搜一下 有个access 那这边 好像真的可以使用平扣了 所以只能跟 只能跟啦 那如果加注的话就太那个了 对啊 加注 但是 但是 我们也是结果认 我们也是知道 他一旦做了一个跟注 其实mng也是很难去 做跟注了 因为毕竟面对23万的一个加注拳下 mng这里只有go high啊 go3 这里还是有可能跟啊 因为只有是三个大盲 哦 对 这里他 三个大盲而已 后手 后手二十来大盲是有机会跟啊 有机会跟啊 有机会跟啊 对 mng也不是一个打得紧的玩家 他有可能会跟跟看啊 选择 延时 做的延时 所以的确是有机会 并不是想要直接盖牌 不过他的考虑点是 这个牌的确是 有点 有点 翻前的打得有点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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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不过三个大盲 一个 補两个大盲状态 再加上 他又拥有位置啊 因为 毕竟小盲 他现在进去是有位置 所以他可能会考虑跟注 而且他也知道啊 他选择跟注之后 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啊 就是能解读 那个Solida的范围 因为Solida这里如果没有牌 不太会打 因为有个死人 呃 有个死 对 有个有一个玩家已经是 已经all in了 对已经all in了状态 就很多死钱在里面 所以 最后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比大小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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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有 哇 带队买花 哇 那 麦克尔兽这边 我们可以看他底子的筹码量 是一个77万 他有可能会做一个什么 check race all in啊 呃 可能太多了 那我觉得 他这边可能会选择一个check race 然后或者是 如果他不主动打的话 做一个check race 也还不错 但我们的InBingo 我觉得他也会check 他也虽然有一对三 可是 还有一个很好的first draw 可是我觉得这边 如果你这边选择一个下注的话 其他的排阶有摊牌价值 可以不用打 但他希望做 他是希望 希望 越往里面一点 希望把那个 底子造大 有一些 对 哇 那这边麦克尔兽应该要check race 他是这里是希望把底子造大的 我如果是我会喜欢打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毕竟有一个精神 我自己call也是可以的 对 这里 这里选择call的话就跟注 就是让对手的一些弱范围 留着对手弱范围 让对手去Buff 看一下 转牌啊 很多出牌啊 六没有出 没事 他这里可以考虑去反打 还是这过牌 他应该 因为他后手还蛮多的 他后手 他刚刚是打了一个28万 他根本有180 后手应该还150万 他这里其实反而 狗三在这里调节啊 可以考虑去 就做check了 因为被跟注的时候 其实对手如果有任何一个队子在转牌 应该都不会盖掉 而他的牌却又有成长的空间了 那我觉得 这里可以拿free cut 对 我觉得这边拿个check 应该是不错的 现在来数自己筹码 但是如果不check就要打all 那有点夸张啊 这里 这里其实我觉得 就是牌很漂亮啦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是直接all 是有摊牌 而且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就拿一张free cut 因为后手也就150万 而且是有一个玩家已经是选择all 那果然是直接all in 那秒扣了 好 那这里要不然就是check 要不然就是all in 哎呀 这牌打得太激进了 我的私心希望michael soliza顶着 这牌打得太激进了 那是michael soliza 如果是我一定会选择checkflop 甚至我turn都会check 然后我可以想说我可以 flop可以打 我觉得转牌是 转牌对手过牌的时候 我会选择作为第二次过牌 我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啊 有位置 我就会想说去多空点吃 对啊 可是我觉得打flop也是不错啊 可以让对手一些有价值的牌可以盖掉 这里可以拿免费牌的 有位置正好可以拿一张免费牌 中了打他不中可以考虑偷不偷啊 而且不中搞不好可以来一个flop catch 因为你毕竟还有一对三嘛 你也不知道对手会不会有一些flop 看一下 看reber 一张晃片 哇 被埋到了 被埋到了 这有点惨啊 不过还好啊 michael soliza依然是有三百万 嗯 还只有个三百万的重吗 那这里我们的女玩家 Socia将是被淘汰出局 获得第14名 这边chwick的pocket aces 380万的后手 枪口的位置拿到 哇 哇 彈轩 70万 70万 他以为是个机会啊 但是 真的真的 哎呀 好惨啊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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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目中的偶像 一个是我很想要支持的玩家 哇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 这边我会想要支持 彈轩 因为两个都是我支持的 所以两个都活着比较好 呵呵 哎 无乐 有没有k呢 有没有k呢 走远了 这里是 0.1% 0.1% 属于来个10k river k 或是10k river k 或是10k river k 对 走远啦 走远啦 啊呀 我们的弹轩获得了 我们这场主赛是第13名 这首牌又回到了盲位啊 又是一个盲位对决 又是一个盲位对决 圈4X 圈4 杂花和k2同色 所以圈4还是选择做一个跟注 有效筹码只剩下94万5千 盲注级别是5万10万 那这一天六k是继续做了一个过牌 比较来到30万 红桃8 红桃6 和黑桃3 Daniel Kiss有一个K嗨的后门花听牌 两个玩家都选择过牌 全牌来到一张梅花7 继续两条街的过牌 这边双方都没有击中 那破发会不会选择做一个bluff 因为这边是他一个可以偷积的一个机会 不然他Q4还开不太了牌 Q4还啊 Q还其实要偷的话 20万 对 对 又打满 又打满 就稍微差不多一点 15万 做了个半只下注 哇这边 Jungleman 这个K2 K嗨要抓这边就有点难了 对 就K嗨有点难抓 因为嗨卡真的蛮难抓 你说有个队子的话倒是还好 你这嗨卡还是不太好抓 所以他如果没有打的话 前两三间没有打第三条街 面的15万的下注 就有点尴尬 对啊应该是会改掉 这边跟K嗨就有点太硬了 可是我们Jungleman Jungleman再想了一下 诶 Jungleman拿了一下 哇 Jungleman扣了一个K嗨 还是开了 如果 破 破爸爸眼镜拉下来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会跟着这个牌 真的扣了一个K嗨 因为过牌两条街啊 他有想法要再 要跟一条街 就打一条街 就是最后牌 Jungleman在K嗨的位置 拿到了一对七 很大的一手牌 哇 有点尴尬了 这个一对七正好被一对八压制 有点尴尬了 24个大芒 这也是 小芒位置 有概率直接 小芒位置 2.4 果然是直接做了一个O0 因为就 八八在翻后不太好打 所以直接做了一个O0 那这边 这边Chuwick 应该有可能会选择跟住的 还是选择call 好 可以看到这里是 好像是有一位 啊 我们的Sam Greenwood 是没有选择秒跟 也是因为 在另外一边 有一位玩家是已经选择了O0 所以他在等另外先call 哇 看谁时间牌咯 那这里七七是一个跟住 哇 这里Sam Greenwood 有可能是 哇 Sam Greenwood 也是蛮狡猾的 可能是 就因为他延时了那么一下下 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啊 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啊 有可能差距在 目前12名啊 有一个Manday Jumper 他现在是在call 因为那边已经是 过牌跟住了 那这里我们的Hexter是拿到了第12名 而我们的Sam Greenwood 现在是 现在是非常开心啊 躲过了一个Manday Jump 好 那我们这边有88对77啊 那我们的Sam Greenwood 如果开张大牌开张死 还有可能有个分钱的机会 那我们的目前我们Churik只有两张7的 Sam Greenwood 也是 他也是担心自己88是落后了 怕被淘汰 那这里最后两张7的出牌 然后我们的Churik 已经在准备筹码了 哇一下子损失了一半呢 一半多啊 合牌 一张K 那么我们的Greenwood 是直接拿下来翻倍 1,4,75 没有2 我们的张尺 在Cutup选择 还是开一个 蛮正常的范围啊 可以7桶花 有2mm 我认为1.9 1.3 1.9 1.9 所以打在大忙的位置 拿到一手 圈石铜色 两张 两张牌也是方片啊 这两位玩家 现在目前形成了一个花色压制 做了一个抵抗 来看一下翻牌 来看一下翻牌 带给MicroSolidar的是一个卡钩的顺子听牌 并且有两高章 Micro章这里 如果是做一个CBAT的话 MicroSolidar至少是会抵抗一条街的 甚至有概率啊 在这里做一个 锅牌加注的 一个15万的下注 这里选择做一个跟注 转牌来到一张二 继续选择过牌 选择过牌 保护他的KHIGH的收藏 value 和牌是谁都没有击中 可以开目前是 领先啊 对 但MicroSolidar从来都选择一个check 这边其实 在这边 有没有办法来反偷呢 可是QHIGH应该知道自己 没办法 在叠牌上面应该比较难去做一个偷技的动作 做了一个30万的下注反打 好 那现在要靠我们最能扛的 章尺 有没有办法跟下这个柱呢 我一直在想要靠我们的手 然后就靠我们的带 它就靠好 来 好 我 一会 好 好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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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邊是雙方有戲啊 我們的 盲駐位,我們Turic中了一個頂隊帶雙頭順 那以San Greenwood的習慣 他往往會check一些不錯的牌在翻牌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check 但這邊如果Turic的籌碼是比較少的 他可能會打比較多 如果雙方籌碼差不多的話 San Greenwood很有可能會check 那這邊很有可能我們的 Steven Chuik會是會選擇check race還是一個跟注 如果我覺得這邊10-go 我覺得可能跟注比較多 那如果是90或80 可能check race all-in會比較多 因為還是希望一些對方有氣牌率 那10-go的話攤牌價值比較好 會不會是選擇跟注 還是選擇了一個加注 但這邊只有有效籌碼是20個大碼 那我覺得San Greenwood會直接all-in 直接 就是直接跑一把 因為這個牌 TPTK 20個大碼應該是會打完 應該是好O0 因為這個牌面還蠻濕的 他還不希望對手再拿免費牌了 這個牌是很好的一個 因為他也沒有紅桃 這牌是很好的一個O0選項的一個 一個保護牌 有效籌碼20個大碼 有效籌碼20個大碼 所以這邊應該是go all-in 那當然我們的Steven Chuik 也必須要進去跑一把 該不掉的 那果然就做了一個all-in 2秒call 那我們的Steven Chuik 還有一個40%的勝率 發10發7發Q啊 大概還有11個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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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做個逆轉 雙方都沒有任何 哇一張就直接超車 直接超車 我們的Steven Chuik也是運氣不錯 六四開啊其實 只有一個分錢的機會 並沒有發出來 那這邊我們的Steven Chuik 這個瞬間回到400 1.795 Pocket Jacks 機會來了 15個大碼 那我覺得還是比較 傾向用open的啊 這邊還是可以不用急著 先go all-in 用open call all-in的 還是比較適合 I gotta move around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25 哇 我們的 這個可以Kings 這個有點酷了 在這個超馬量啊 這個很酷 I'll fucking do it I'll do it for TV 沒有任何套好的空間 要跟要3B都是ok的 加了一個家主 加了65萬 I did it for you a little bit too No, I very much appreciate I very much appreciate So next time I lose I'll just spin around If you lose a pot I'll spin around And might make it better OK 來吧 99啊 直接蓋牌 自己蓋牌 因為加1和加2的位置 兩個都是比較靠前位 Pocketai自己蓋掉 而且毫不猶豫 好幾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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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啊 有Owin 每次POPA去猜人家的牌 總是第一次都不猜到 他真的是 猜牌有一手 所以他我覺得POPA現在要做 就是相信自己的猜 對 真的是他經常 而且他很喜歡把自己想要講出來 老是能講中 真的是老是能講中 剪刀 葛希 某為 такие 鑂 8-7-5 10-6 他得90-5 可以幫助我們賠優 他得90夠 10-6 我準備 If the flop comes like 3 cards, you will win money.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prop. Wow! Wow! so短馬無敵! 短馬無敵! This is a jack. Wow! this is too important. This is too important. 這樣啊 這把如果POFA贏的話 也有四百萬重 順利翻倍啊 但其實POFA也沒有打錯啦 只是因為剛好遇到對手的短範圍 好 好 哇! 這邊我們的POFAR中了一個Full House 但我們的Junkle們也中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S的三條 這首牌啊 這首牌 而且POFAR現在有400萬左右的抽 這首牌PO裡面現在是102萬 肯定打光了 而且重點是我們POFAR還有最好的位置 對 肯定打光了 POFAR應該會選擇一個跟注 這100%是打光了 這個牌沒有辦法在這個階段 撞牌啦 那這邊我覺得 看他打多少 打的大還可以跟 打大的話還可以跟 打中等 打中等的話還可以跟 因為 完全可以 因為POFAR現在是有位置的情況 對 怎麼都可以在合牌把球馬放進去 所以轉牌和合牌都可以 450% 走了一個45萬的下注 我把這裡是 在A的面上 A3的面上 他這裡如果選擇加注的話 有點強勢 應該還是一個跟注 果然還是做了一個跟注 那麼這樣子的話 底次來到了215萬 DANIEL CASE看一下盒牌 他也比較擔心POFAR跟兩發有什麼 65萬 後數128點 應該被 對 那這裡一個比較 漂亮的做一個 拳下的話呢 A鍋也是蓋不掉的 那這裡六四五萬 也是 也是 怕對手沒東西跟啊 想要拿對手一些 一些 沒有中A的一些 對子 口袋大對子的價值 甚至強到KK 這樣的牌 ALL IN ALL IN 這邊 江國美應該非常痛苦啊 因為知道 這邊如果有一般的S的話 這邊如果只有一般的S的話 我們的POFAR應該只會用跟的啊 沒有符號的POFAR是不太會推出來的 可是說真的 就自己的牌力這樣看起來 真的很難蓋牌 WOW NICE OG WOW 這個 江國美這一個 真是很棒的QFAR 9.9 可能 9.9 What Do you have? I don't know 好,你公子 看你的視頻